占卜 有时候可以让你放大格局看事情 现在你遇到一件事情 可以在你自己的Poker牌前面 新层 新定 先抽一张定位牌 再抽一张怪牙牌 透过定位定谋的设定 现在你抽到的是 385 近65 这是一个极卦 我要提醒你 你要舍去繁琐小事 要专注于大格局 这样事情就会顺利 你现在所处的时空 是一个不患得患思 放心躺荡的时候 因为你抽到的是 近这栋大楼的第五个楼层 在阳县的楼层 你是女的 坐得歪歪斜斜的 不得位 也没有受到 二楼女性的帮助 因为同性相赐 还好你是坐在君王的位置 在这上挂 离火焰本来就很大 你是女的 所以发出的光芒 是柔和的 让大家都能够接受 所以你做事情 只要用君王的态度 去处理事情 格局放大 事情就会顺利 所以这是要提醒你 目前你正在处理的事情 不要计较眼前的繁琐小事 要放大格局 朝向正确的方向去做 事情就会顺利 现在你的能量坡 是一个坡幅 越来越大的稳定坡 所以在心理调试方面 大家都知道 所有的小事 累计起来 就会成就大事 但是你要反过来想 如果你有明确的 大目标 就可以梳理出一些 不重要的小事 只留下必须要做的小事 所以目标思维很重要 这样做事情 就会更稳健